近期李小璐夜宿门事件热度还是一直持续 众说纷纭 曾被网友认为是泰迪姐妹团的好闺蜜刘云 日前也发文和李小璐撇清关系 近日仲军发布的感慨 中国流行音乐文化长出了成年人的龌龊 却只有婴儿脆弱的身体 被不少网友认为是在暗指批几万事件 而刘云发了一个怒的表情 网友猜测是刘云不让仲军参合 于是好多网友就在评论下指责刘云说 刘云怎么回去面对泰迪闺蜜 刘云看到后怒回 麻烦你去好好看看 我不是泰迪姐妹团的 我不养狗也不整容 我只是多年前帮干威拍了一个网络剧 所以也认识他们而已 搞清楚 谢谢了 谢谢你的关心 这是在暗指李小璐整容咯 之前流言也在参加节目中直接说到 李小璐为了保持她的青春亮丽 总期遇远 当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如此直接的给爆出来 不知李小璐当时有没有很尴尬 网友强导众人推 塑料姐妹行 大男临头各自飞 当然明星的全部动态 也不可能都暴露在公众面前 所以至于曾经的闺蜜 有没有安慰当事人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